收看的是2019南京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的直播 丽水地处南京的中南部 如果说以前的丽水因水而得名 那么现在的丽水也因为马拉松 让很多人对它越来越熟悉 没错 经过过去四年的成长 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已经成为了中国田径协会的银牌赛事 这也让我们对于今年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的 半载规模竞赛水平以及选手服务更加期待 时隔一年的时间 我们又在江苏卫视的直播当中与大家见面 我们将再一次去领略到丽水的好山与好水 尤其还有让大家最为期待的 也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美味的草莓 是的 在去年的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的转播当中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呼吸着纯净的氧气 沐浴着花朵的芬芳品尝着鲜甜的草莓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一边感叹时光飞逝时间过得真快 另一边对于今年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的名强开跑 似乎是有些迫不及待 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 一起去到现场看看现场的情况 南京市丽水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薛凤冠 南京市丽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 南京市丽水区政协主席朱克成 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区委办主任王克全 南京市丽水区人民政府副局长张伟珍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王志军 江苏长澳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婷婷 接下来有请薛凤冠区长为我们致欢迎词 亲爱的马友朋友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上午好 情怀之编 山水秀美 陈林景秀在这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 附加编 梅花山 梅花落棒 一年一度的立马如月而至 支持观众带发 观声雷动的开赛之际 请允许我 受信员出席委托 代表五十万立水人民 向中心立马 热爱立马 远州立马 参加立马的朋友们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向关心自省立水发展的各界人士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健康是幸福的起点 跑步是享受健康的过程 作为省政府明确的唯一的健康江苏世界示范区 近年来 成功举办了健康中国发展大会 国际三地马拉松赛 船列自行车赛等系列赛事活动 卖上了健康滅水 活力新城的崭新增城 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全民健身之中 共同享受到了健康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立马自2015年举办以来 砥砺前行 做过累累 以起伏的三地赛道 特色的草莓补习 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每年吸引1.2万人士 冰冻员及马拉松爱好者看赛 被中国前协品为艾类政策赛事和银牌赛事 建议成为打造健康中国样本的重要载体和量力明镜 文化是一个城市品牌 今年我们还将持续不断举办系列赛事活动 我们还将举办国内首次首届届届届飞 两届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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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各位跑友的陈届届届 因为一场赛事就愿意入层届 此时此刻 站在西桃圈的朋友们 我们以密码机缘 以运动来给予勇气 更有信心 更有健康 现在我们都是睡梦人 奔跑者 让我们一起出发 炒出最好的自己 演绎生命的精彩 回味成功的喜悦 让我们一起睡梦 让我们一起奔跑吧 做立马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区长 让我们一起追梦 一起奔跑 下面有请主舞台上的各位领导 手指发令枪 现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当手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随着我们的主舞台 我们各位领导嘉宾的领枪之后呢 今年2019年 南京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是的 从这个画面看的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震赛 今年我们丽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也是吸引了超过一万两千名跑步爱好者前来参赛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能够看到 我们的总参赛人数是一万两千零二十三人 其中的迷你呢 是七千零二十三人 半城的参赛人数是五千人 是的 我觉得这样那个赛制设计非常的合理 我们既有这个大概是六公里左右的一个迷你跑 同时呢 还有这二十点零九七五公里的半城山地马拉松的跑步 这一方面呢 是对于跑步的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感受沥水山水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的跑者来说 山地赛道与以往的公路赛道相比 它更加的有野趣 而且呢 它有着海拔的起伏 有着这个高度差 其实对于跑者的这个要求会更高 但是在整个二十多公里的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会非常的有趣 是 从我们两个比赛项目的设置来看 能够让更多的人 无论是专业选手 还是我们的业余跑步爱好者 都能够参与到我们沥水马拉松台 而从我们整个赛道的设计 尤其是半城的赛道设计来说 有超过三十个弯道 有大大小小的坡度 这给我们专业选手 尤其是爬坡训练这一块 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是的 那么这一次报名参赛的 这一万多名跑步爱好者当中 据统计的最小的年龄是两岁 年长者是达到79岁 今年我们沥水山地 办成马拉松赛的起点 依然是放在了 吴响山的城市中央公园 公园是位于吴响山的北路 立水城南新区核心区域 围绕着引山入城 引水穿城的规划思路 以图吴响山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生态资源 植入了城市休闲特色项目 打造了这座 其山水资源为一体的开放式公园 我相信把起点放在这 也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 在三月份我们历水春花浪漫 夏阴葱郁秋色绚丽 东景苍翠的这番美景 刚才红超为大家介绍到的 吴响山城市中央公园 也是目前对于立水来说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在这里它是吴响山的一个 算是一个起点 它是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游客 得到一个非常惬意的休息的地点 另外呢它是有山有水 中国人都说 一个城市因山而鸣 因水而有鸣性 所以把我们的起点 包括其中点放在吴响山 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的 是 接着这个画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立水山地 半程马拉松赛的号码布 咱们半程男子的号码布 是蓝底黑字 女子半程的号码布 是蓝底白字 分为ABC 根据我们这个赛季 在中国马拉松平台上的 赛季的成绩 分为ABC三个区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跟着镜头去找一找 号码布是以L和S开头的 这是我们立水山地 半程马拉松赛 在今年的一个创举 它叫做永久号码布 它这一张号码布 上面的数字号码 永久归于这位参赛者 这是我们今年立水山地 半程马拉松赛的一大亮点 那对于我们这些跑者来说 如果拥有自己的一个 永久的号码布 那也的确就是 最高的一个荣耀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 通过一个3D的动画演示 来看一下今天赛事的 整个的线路图 我们的起点就是 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 五想山城市中央公园 是 首先看到的是 迷你赛的赛道安排 在出发的终点之后 其实是围绕着我们 第一个的山道 实际上是绕一圈下来 应该是六公里左右的距离 对 我们的红色线条呢 就是我们今天半程 马拉松赛的整个这个赛道 是 我们作为会也非常贴心 通过一些三维动画 包括一些字幕 帮助大家能够提前去领略 我们这条赛道 一部幻景的赛道设计 是的 其实像富家边的这个梅花山啊 这个景色就非常的漂亮 是 包括这个富家边 还有一个农业科技园 我们再说到了这个 沥水的时候 其实提到呢 它是蓝莓呀草莓呀 经济类水果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中极基地 是 这是让人流口水的万亡草莓园 对 这个在这儿呢 吃草莓 今天比赛是管够的 是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在赛道的 15公里左右 我们组委会特别设置了一个 草莓集中无击点 在那儿大家可以大快多 好 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起点 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呢 正在按照集结的区域 依次通过我们的出发点 今天我们沥水山地 伴承马拉松赛的比赛服呢 是红色的T恤 另外呢 结合我们黄色的参赛包 色彩是非常艳丽 让人看着 背着 穿着 就想运动 是的 而且看着这个红色的这个比赛服啊 如果是过一会儿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 五想山景区当中 穿梭于林间 你会觉得 它就是行走的一朵朵 美丽的梅花 刚才我突然在想 这个红色 我们在这一整条赛道上 能够在哪些地方看到红色 刚才这盘提到了 我们的梅花 我们的艳丽的草莓 也是这个颜色 包括海棠 包括火龙果 我们在赛道上都能看到 我怎么说的都是吃得很好看 所以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说在马松的整个比赛当中一定会设计补给点 比如说有水 还有一些热量的小零食的补充 所以我们反复再强调的 就是我们来到沥水之后 我们热情浩客的沥水人也会拿出自己最好的特产 比如说草莓作为一个特殊的补给品 所以总结起来要是让我去跑的话 赛前我的参赛包里边可能是号码布 即时备形 包括芯片 但是赛后 我这参赛包里边有可能是草莓 鸭薄辣 火龙果 是吧 嗯 那之前这个参赛包里有可能提前预留了好几个塑料袋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们经典沥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也有不少的跑团参与 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比赛服务 对 我们今天的行业跑团的数量是52个 专业跑团的数量是16个 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 据说沥水当地也有我们的跑团参与其中 不仅如此呢 就是参加我们本次沥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的国家和地区啊 也达到了18个 是 外籍的参赛人员呢是达到79位 嗯 而且我觉得有一组数据非常有意思 就是今年我们参加沥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的本地跑者占比是接近77% 嗯 是超过了9100多人 外地呢是2800多人 我相信这一组数据对于我们大赛的组委会来说是非常欣慰的 是的 其实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半场马拉松赛的举办 对于我们当地的沥水人来说 一方面是主人翁的一种丝毫感 另外一方面呢 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次难得的节日 难得的放松 嗯 所以说马拉松赛是一方面成为了我们城市宣传的名片 另外一方面也成为了我们广大群众呃追求健康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踊跃参赛 既体现了咱们当地的全民建设的蓬勃发展 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群众对于本土赛事的一个高度的认可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着丽水无想山这么美丽的景色 是 在这里呢有山有水 而且整个的绿水啊 它的这个中小型水度是达到七十九座 森林的覆盖率呢也是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点八 是 也一直被称之为是南京的后花园 包括被称之为天然的养疤 那在这样一个无论是从环境还是空气质量都如此优良的区域当中 是 你都忍不住想去跑上景归 你都忍不住想去投入到这个山水的怀抱当中 没错 去感受这里的美景 刚才大家在 像这样的画面真的就是行走在山间的这一朵朵美丽的梅花 是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应该还是 一片花海 对 出发点 现在画面当中橙色的号码布 橙底白字是我们参加迷你项目的保折 画面一转而过 给到了应该是我们的第一集团 第一集团 其实在半城 我觉得今年这条赛道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外籍参赛人数是79位 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18个 非常有意思的是出发500米之后就是一个分叉 分叉口 对 我们的半城的参赛选手是左拐上坡 迷你的参赛选手是右转下坡 这对于半城专业马拉松选手来说要想创造好的成绩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比赛 它兼具了趣味性和专业性 也是考虑到了所有来到利水参加本次马拉松的选手的这个诉求 方面当中依然有不少我们参与迷你马拉松的跑者陆续通过我们的起点 而且利水这条赛道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今年赛前不少跑者群里面跟大家在交流的时候 专业选手都说呢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 一方面它的坡度多 另外一方面它的弯道多 坡度意味着不平不伐呼吸都要调整 弯道意味着切弯身体的姿态 这些控制配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条赛道一方面对于专业选手的竞技性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所有参赛者提供一部幻景的赛道体验 一条非常舒适的生态马拉松的赛道 刚才红超给大家提到的这个赛道的难度 就是从海拔来说 整条赛道呢 整个的这个距离当中 线路当中最低海拔处是8米 最高海拔处是达到了144米 其实这个高度差相对来说对于跑步而言 尤其是平常可能大家更多参加公路赛的选手来说 这个高度差还是比较大 是 一方面是海拔 海拔最高地的位置是在1.5到2公里处 这是一个非常坡度非常陡的一个上坡 我觉得相较于海拔来说 这条赛道挑战最大的还是弯道和这个上下坡 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来到我们的沥水山地扮成马拉松赛 应该是参与到我们的迷你项目当中 其实看到这样的画面当中啊我们每一位参加到比赛当中的朋友就从脸上的表情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他们当下的心情 每一个人都洋溢着这个热情的笑容 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的惬意 每一个人也都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 或者说哪怕是参加迷你赛哪怕是我们通过静走的这个方式步行的方式完成整个比赛 他都是非常的开心享受融入山水之中 画面依然给到的是我们在起点处 不少参加迷你项目的跑者都去通过我们的起点 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比赛成绩根本没多去想 更多的是要好好地慢慢地体验这五到六公里 画面给到我们的第一集团 六位外籍选手组成了第一集团 对于他们来说 办成的比赛用时是多少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去揭晓 所以看到这个两个画面之间的这个反差也是非常有趣的 是 我们常说体育的魅力呢一方面是他对于更高更快更强的一种追求 这是竞技层面的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呢 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份参与 对 其实对于所有人而言体育都是公平的 你都有权利去参与到体育当中去享受体育的乐趣 尤其是你要享受到的 我是与自己的自身的这种比较 嗯 其实想一想的在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呃 这就是一份非常不容易的享受 嗯 距离我们的发枪呢应该过去了14分钟 嗯 应该过去了14分钟 嗯 嗯 目前我们的第一集团呢是行走在我们105线道上 我们整个溺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从它的道路的情况来说呢都是硬地的平路 嗯 这也对于所有参赛选手来说也避免了山地的这种呃 石头的路面 这对于创造好成绩是帮助 中心位置连接护震晚 优越交通区位令人惊叹 路口国际机场近在咫尺 距南京港60公里 秦淮河四级航道直达南京港 民航高铁四条高速和五条干线公路贯穿全境 是华东地区鲜有的集空港 铁路公路水路与一体的立体数量城市 S7 S9建成通车 丽水从高铁时代跨入双轨时代 刚才通过短片呢 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丽水的区位优势 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也看得出来 丽水呢交通非常的便利 嗯 那也对于参加我们丽水一年一度的这些马拉松比赛的各位选手来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其实从就以南京为例 南京的驱车到达丽水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 一路的高速非常顺畅 嗯 而且片子当中也提到了咱们逆水的这个区位的优势 其实大家都知道逆水是地种长三角的中心位置 它也是连接上海杭州晚上的一个交通节点 我刚刚咱们从南京去往逆水 从城区去往逆水 这也是今天逆水山地半场马拉松 然后吸引了接近三千名外地参赛者的一个先天性的优势 是的 我们说的迷你赛道的整个的设计的长度是在不到六公里的样子 其实随着比赛的进行 那现在已经是快17分钟的时间 那有很多的朋友通过迷你赛呢 是主要感受马拉松的这个运动的特殊性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是可能第一次进行入门 但也有一些朋友呢 这五到六公里同样也是我们比赛的一部分 因此呢 迷你赛的五到六公里的这个冠军 其实很快就要产生了 对 现在这里我们的发枪呢 已经过去了17分钟 我估计20分钟左右应该有选手完赛 甚至不到20分钟 我记得去年在解除我们逆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的时候 我也透露了我个人五公里的成绩 也就是在25分钟左右 那你这个还需要加强 对 也就是三分钟的差距 我们的第一集团 再向着终点线再迈进 当然了 他们现在我们目测来判断 应该是在四公里左右的这个 应该是在五到六公里左右的位置 在这一侧呢 上下坡会比较多 而且进行到了比赛进行到20分钟左右 对于我们的职业选手来说 他会进入到自己第一个极限状态 依然是由六位外籍选手组成的第一集团 尽管比赛接近20分钟 但是从他们的身体姿态和配速 包括整个步屏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的轻松 其实赛前我们所了解到的 现场的体感温度 大概在15度左右 因为发枪那会儿是10度左右 现在随着阳光照射强度不断的增强 体感温度会相对比较高 这个时候这种体感温度 对于选手如何保持自己的配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在我们利水这条赛道上 因为坡度比较多 弯道比较多 所以要保持一个匀速 巡航的一个配速会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大家 在赛道上的这种分段的设计 整个战术的设计 尤其是专业选手来说 提出了非常大的要求 现场也是有不少的 我们的利水当地的群众 到现场观赛 另外我也知道 今年我们利水山地 办成马拉松赛 也是邀请了超过900位 也接近1000名的志愿者 来做好我们的赛事服务工作 后期的保障工作 其实对于马拉松比赛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而且这次呢 除了这个志愿者之外 就是整个的为了安排 保障我们所有运动员的这个安全 救护人员就达到了396位 是 现在从我们目测来观看 判断位置 我们的第一集团已经接近我们 折返点6公里的位置了 这也就是刚才呢 洪超为大家介绍到的 就是我们山地 办成马拉松赛 为一个特点 就是弯道比较的多 因为折返点 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大直弯 对 画面当中呢 依然是有参加迷你比赛项目的选手 没错 现在通过我们的转目画面 看到我们第一集团 依然是6位外籍选手组成 是的 目前也就是接近我们的折返点 领先的应该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目前呢 他们应该处在6到6.5公里的位置 一会儿呢 他们经过折返点之后 向7公里去迈进 这一段呢 在他们的左手边 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海大道 其实说了这么多 在我们的第一集团路过的沿途当中 包括吴享山的天池 包括百步云梯 包括吴享山的松针步道 这可能在赛道边缘 我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如果您去沥水旅游 重走这条赛道的话 不妨在赛道的两侧 多迈几步 你就可以在这些景点去探秘 我们进行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道呢 相当于是吴享山的一条主干道 但是更多的这个景色呢 就需要我们 如果是作为游客的话 真正意义上的去融入吴享山的话 你可能就要慢慢的往这个深处去走 就能够看到更多的景色 这里吴享山的天池 波光淋漓的池水 也有一块世剑石 包括我们的百步云梯 吴享山的松针步道 跑步道呢 是就地取材 这是女子参队选手的第一集团 我们女子半城的第一集团 也接近6公里了 马上要经过我们的遮翻点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珠海大道 这就是他们即将要经过的这个珠海大道 是 到6.5公里处 其实为了发展的丽水 尤其是吴享山的这个旅游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整个这个跑道 其实它做了一个119公里 一级旅游环线的建设 一级环线的大环 主要是用于机动车 它宽度是在6到7米 串联了中南部的主要的这个景点 在丽水如果要做整个的一个游览的话 自驾行驶的时间是3到4个小时 是 你刚说到自驾行程 我们现在画面给到的是 5公里处的老虎山驿站 老虎山驿站 这里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就是我们的旅游休息 对 还有我们美丽的阿姨们翩翩起舞 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是 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给到的是 我们今年 丽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的 志愿者人数是960个人 沿途的补给是设置了8个补给站 从刚才画面当中看到 我们参加选手也是接近5公里的位置 开始选择补给 其实对于专业马拉松的选手来说 半程也是在10公里左右才开始会选择补给 第一集团军呢 现在是行走在我们7公里到8公里的位置 这段时间呢 是连续的弯道和上坡 所以对于大家的整个步频和配速来说 又要有一些讲究了 包括身体的姿态 尤其是在连续弯道 S弯出现的时候你的切弯 你看现在又是一个坡度相对比较平缓的一个小小的下坡 这个时候脚掌如何去发力 身体姿态包括不平都要有讲究 所以山地马拉松赛呢 对于参赛运动员 尤其是专业的这个参赛运动员来说 要求真的是比较的高 因为它需要不断地根据赛道的这个特殊的情况的变化 去做相应的调整 是 刚才呢 洪超也提到这个补水 包括补给 补给过程当中有很多专业的这个选手来说呢 我们在补给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喝水它可能就是两小口 喝喝两小口就可以把水先放一遍了 因为如果过多的饮水 其实会增加在运动过程当中肾脏的负担 是 对于很多专业选手来说 他选择补给的时候 往往用把这个纸杯折成一个小口 两手拧着杯盐 这样的话 小口米 单次补水量会相对控制 另外他会通过海绵去吸水 但是呢 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在全城当中比较多 在半城当中 这专业选手大概是在10到15公里左右 他才会选择途中的补给 画面给到了我们沿途的表演点 我们今年沥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也是为所有的参赛选手 以及我们的观赛群众 设置了28个群众表演项目 而这些群众表演项目呢 更多的都是以沥水当地的文艺团体为主 刚才我们看到呢 有这个我们可爱的阿姨们的广场舞的表演 刚才也看到了有威风裸骨的表演 是 现在我们的第一集团已经接近8公里左右的位置 目前呢 他们身处的是富家边的梅花山 屏幕上给到的是前五名 第一集团是来自外界的选手 对 暂时排名第一的是来自伍干达的选手 哦 在进行到8公里之后 第一集团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些构成啊 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之前是6位选手 组成第一集团 现在变成了五位选手 组成了男子第一集团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女子的第一集团 排名前四名的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这对于他们在之后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我们女子第一集团呢 是处在7公里到8公里的位置 因为在他们的两侧 已经一期可以看到我们富家店的梅花山了 对 在这儿呢 要特别提醒大家 待会从我们的画面当中啊 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富家边梅花山的景色 是 在这里呢 也是尤其是南京的市民啊 其实特别喜欢前往这个绿水的富家边 看梅花的首选 是的 这里呢 也是有着叫十里梅岭万亩花海之称啊 而且据说这里的梅花都是以这个果梅为主 这个果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成熟之后可以做成这个脆梅梅酒 包括青梅精等等这些产品 那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又好吃 而且呢 呃 看呢能够吸引游客前往 嗯 那吃呢还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经济效益 对 呃 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 点点的梅花非常的漂亮 对 哎呀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是有鲜花 当时刚才还说了这个经济效益 就是通过这些果梅的果实啊 嗯 它可以加工成像脆梅啊 梅酒啊 青梅精啊 这些产品每年据说可以带来三千多万年的收入 哦 那对于生活在绿水 生活在五想山 生活在我们富家边的这些当地的居民来说 这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是 通过这个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主干道的两边啊 美丽的梅花正在花团紧速的盛开 画面当中是看到的富家边农业科技员 另外注意一下我们现在第一群第一集团选手的位置 是在九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 按照这个配速下去的话 我们今年的半程 男子半程的成绩将是非常乐观的 希望大家把这个状态保持下去 以这个配速下去的话 应该是在一小时零二分钟左右啊 我们的男子半程赛会记录是一小时零四分五十六秒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刚才呢 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富家边农业科技员呢 也是先后被授予了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全国农业科普示范基地等等 民意充号 园区的总面积是12.8平方公里 园区呢也已经是形成了叫 他们有一个说法非常的有趣 叫四万五千特色主导产业布局 哦 这个四万是指什么呢 就是万亩梅园 万亩梨园 万亩草莓园 万亩珠海 那五千呢 是千亩葡萄园 千亩桃园 千亩海棠园 千亩茶园和千亩菜园 这都是一个有机的结合 就还是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句话 就是来到富家边 来到五想山 来到富家边的农业科技园 那就是又好看又好吃又好玩 目前我们第一集团 依然是由五位外籍选手 组成我们男子第一集团军 其实除了来参加我们的绿水 山地半城马拉松之外呢 还有机会呢 能够来参加我们南京绿水的一年一度 国际梅花节 是 和富家边的采果节 现在呢已经达到 每年接待游客 就是这几个节会啊 接待游客都会输十万人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颜色 也会参加我们的投资 我们来到専数字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来到您的支持 在有时候就要打开 现在屏幕上看到的 依然是我们 无论是半程的跑者 还是我们的迷你跑者 也是绕着我们无向山 在完成自己的比赛 百里秦淮园 千年无想寺 李白 韩西仔 周当彦等诗人 为无想山留下赞誉的诗篇 群山年年 曾玩叠照 行走在群山环帽中 心灵骄意 树木村 山顶天池 常年不和 清澈成壁 沿着松针步道 找寻传说已久的事件时 北侧的观景平台 登高远眺 饱满泥水成景 往群山起伏 山音无想四音之 五想四 南朝484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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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托复圣援 禅房汝镜 繁音明明 韩西仔 诸如书台 朝夕与四僧 参禅卧道 沿百步云体和上 细听动笔琴音的美妙 五想山景区 与天地对话 与山川雷友 让日游进入无想之境 刚才我们重点提到了 来到我们 绿水山地半场马拉松赛 能够看到的美景 是的 能够品尝到的美食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无想山的天池 是 刚才这条片子 也给大家介绍了 其实我们的绿水 有着非常深厚的 历史文化的内涵 我们无想山的天池 这是在我们赛道的 1.5公里处 如果大家能够 多走几步的话 就能够领略到 我们天池的美景 而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当中 对于很多的文人默克而言 他们都是要游历 祖国的大好河山 是 也正因为如此 有着如此美景的 无想山的景区 也确实就像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留下了很多 动人的人文故事 隔着屏幕 我们都能够闻到 我们的赛道当中 清新的氧气 纯净的氧气 好 现在看 我们第一集团军 也是出现了一个 小小的格局的变化 是的 现在领跑的第一集团 已经变成了三位选手 是 但是身后还是有一位追赶者 现在从我们目测来看 我们第一集团军 已经是在 10到11公里处了 因为在他的两侧 尤其是他的右手边 现在路过的是 这个火龙果园 火龙果园 大家看到的 身边的这个大棚里面 种植的就是我们平常 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吃的火龙果花 火龙果的营养价值 和经济价值都非常的高 是 接着这个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绿水 有我们的果园产业 是发展的 非常的成熟 这里有葡萄 梨子 樱桃 火龙果 猕猴桃 而且据说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自由地采摘 也是一个亲子互动的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 身穿绿色比赛服的小姑娘 非常努力的 这应该是我们 迷你的终点了 是的 陆续有选手是完成了 2019年 我们南京绿水山地 办成马拉松赛 迷你项目的挑战 小姑娘你好 与我们男子的第一集团 相类似 我们刚才从画面当中 也看得到 这个女子的第一集团 也还是逐渐地 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 画面给到的是 我们参加迷你项目的跑者 不少都是全家出游 共同完成挑战 在我们的迷你的终点线 都去有选手是完成自己的 无功力的比赛 对于参加迷你赛的所有的选手来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通过迷你赛的这种方式 潜尝折尺地去感受了一下 我们这一次南京绿水山地 扮成马拉松赛的魅力 是 其实在后面的时间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还会回过头来 再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来感受无想山景区的美好 我觉得对于今天已经完赛的 参加迷你赛道的跑者来说 可能重头戏在后头 可能在中午的下午 摘摘草莓 对不对 这里有很多的美食美景 选择 而对于我们所有的观众 哪怕我们的参赛者来说 重头戏也有可能在后头 今天我们通过利水山地 办成马拉松赛 我们认识了利水 没准明天后天未来 我们会经常来到我们的利水 现在第一集团的这个位置 相对是比较稳定了 男女子的第一集团 目前都是由三位外籍选手在构成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本土选手 能够尽快地拍马赶上 我们目前女子第一集团均所处的位置 应该是在11到12公里的这个位置 我们的本土选手 现在已经是也是路过了富家边的这个梅花山 目前的位置应该是在9公里附近的梅花大道 刚才我们的画面当中给到的是男子扮成的这组选手所处的位置 梅花山 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梅花山的主角 而且花期也正好是三四年份 今年天气回暖的稍稍有些慢 所以让咱们梅花的这个花期也是适当的推迟了 正赶上 正赶上 这也是巧了 也算是天公作美 给我们带来的意外之喜 此行此景 不禁想让人高歌一去 现在画面当中依然看到的是 我们参加半程马拉松赛 应该是本土选手所处的位置 8到9公里梅花大道 其实在之前走赛道的时候 在这条道路上 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 都是人头传动 是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也不得不再说一次 就是以沥水来说 它独特良好的这个趣味优势 其实对于周边的很多的城市的居民来说 它都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没错 美丽的梅花大道 两侧呢 有松针 绿植 含氧量是非常高 隔着屏幕 我们都想深吸一口气 好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 身穿绿色比赛服的 应该是来自我们泰州的朋友 希望他们加油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也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 平时能有机会 在我们梅花大道当中 自由地徜徉 肆意地奔跑 机会不多 实属难得 画面当中刚才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附加编 农业科技园 第一集团领先的三名选手的状态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好 大步流星 第一集团 男子半程 依然是由三位外界选手来组成 但是目前 三位选手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 也是在 正在逐步地拉开 对 排名第一的呢 依然是此前一直领先的肯尼亚子选手 10公里的成绩是达到了 一分三十八秒 按照这个配速的话 他们的完赛成绩 距离我们的赛会记录 还是会要超一些的 希望大家加油 希望大家加油 10公里 我们女子半程第一集团的比赛用时 是在 35分36秒左右 对 领先的第一集团呢 是小组作战的 埃塞和比亚队 所以这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制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按照这个配速下去 他们的完赛成绩应该是在一小时15分钟左右 在我们的终点线 迷你比赛下我们的终点线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 是完成了迷你赛段 是 感觉啊 每一个人都是一游为敬 这次的比赛确实让我们有迷你 有一个感受就是来到这里的小朋友 比上一届感觉是多了不少 多了很多 对 要知道我们今年 丽水山地半程马拉松赛所有参赛选手的平均年龄是在36岁 这还是一个非常比较年轻的一个数据 对 在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参加这一次比赛报名的年龄最小的跑者只有两岁 对 这就是给我们的想法 这就是带炒到这里的时间 这就是带炒到这里的带炒到这里的 带炒到这里的呢 都带响 候 在丽水 因为各色的果园产业 发展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丽水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月月有花 寂寂有果 这就是附加编的精品草莓 对 而且在我们丽水山地 半城马拉松赛的举办之时 正是我们附加编草莓的丰收时节 大家在我们赛道的两侧 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种植的大棚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大棚当中 现摘现吃 附加编的草莓园 现在也是运用了很多新的生物科技技术 亩产可以达到3000多公斤 那么母君的收益是3到4万元 隔着屏幕 我们都能闻到草莓的清新 是的 243公里旅游综合服务环线 贯穿无祥山南 石旧鱼歌 秦淮源头 红色李夏 四大都市田园休闲度假体验区 清新打造南京绿水梅花节 草莓节 蓝莓节 玫瑰节 捕捞节 米豆音乐节 秦淮源头灯会 山地马拉松 万池汽摩赛 环利自行车赛 等一批特色旅游结汇品牌 成功获品 中国石家一居一商 一夜一游目的地 和中国石家康阳旅游目的地 万达广场 海乐城 新时代广场等品牌购物中心 彰显活力新城 之前走赛道呢 我们也是有幸啊 能够来到这个草莓园 是 可以看到当时在路边就有很多的当地的村民 他们呢 像顾客 一方面的是你可以进到这个大棚里面去采摘 没错 亲自摘下 娇艳御地的草莓 而且当场就可以试吃 这个画面看着甜不甜 是不是 据说现在呢 这个福嘉宾还在做一个高科技的草莓大棚 一会儿能看吧 对 一会儿能看 这个大棚大家看了之后呢 绝对高大上 跟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大棚是完全不同 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 无数的这个草莓种植大棚 包括我们草莓丰收的景象 确实我们这个福嘉宾的这个草莓种植啊 它是组建了草莓专业合作社 积极引进多家企业进源投资 采用的是合作社加农户 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这个模式 所以对于在园区当中的 周边的这个村民的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 没错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产业做起来以后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了福嘉宾 没错 也因草莓而兴 因草莓而忘 寄给我们当队的村民提供了这种就业 也给他们的这个收入提高不少 游客来到了福嘉宾之后呢 真的是不愁没玩的 我们可以赏梅花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这个高科技的草莓大棚 是 真的是鸟腔换炮的感觉 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大棚的草莓种植呢 是分层种植 这一点也是考虑到 比如说我们游客来希望去感受采摘的这个乐趣的话 以往是必须蹲下来在地上摘草莓 而进到这个大棚里头 因为它是分层种植 所以你站着就可以直接摘草莓了 在大棚当中草莓的种植 大家往往像弯下腰 比如说像郑涵 它的身高1米6 我的身高1米9 举个例子 那么郑涵可以到1米6的架子上 我主要是摘草莓 所以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 是的 是吧 你不用弯腰去摘草莓 虽然听起来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 但是呢 你仔细品味的话 这也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 就是说它一家三口去了之后 你站在那边 都可以有自己的区域 各得其乐 对 是吧 现在的女子第一集团 目前领先的只剩下两位选手了 现在他们应该所处的位置 在14到15公里左右 男子选手呢 已经进入到15到16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 因为他们已经路过了我们这个高价草莓棚 画面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梅花大道 不少我们半城的跑者 正在自己的比赛过程当中 从画面当中看到大家的整个身体姿态 来判断整个体力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对于更多的跑者来说 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行程参与 对 来感受这一次山地马拉松的乐趣 来感受五响山景区的美景 你看连大胜都来了 二师兄也来了 这是在迷你比赛赛道上 不少选手依然是在自己的玩赛过程当中 我相信有很多参加过这个迷你赛之后的朋友 可能都会觉得 哎呀明年 明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半城马拉松 这个六公里太短了 立水是民革中央康阳产业实践基地 健康江苏实践示范区 通过发展健康家全产业链 打造健康中国立水样本 围绕京桥康阳核心区 山水六旗小镇等八大组团 拓展美丽经济健康经济新蓝图 四百公里一二级旅游综合环线 串联石山下 梁鹏下 郭兴庄园 破墙围等旅游特色村 其间布局太白谷 裸心谷 花季酒店 等高端民宿酒店 辉红演绎 立水大旅游 大健康和大意境 实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画面当中刚才一闪而过 我们看到的是在去年 也就是2018年 我们健康中国发展大会 是10月10号在立水区举行 当时我们健康中国发展大会 围绕深入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发展康阳产业 共建美好生活主题 举行了处置演讲 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等元 所以健康在立水人民的心中 是有着极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目前很多的比赛项目 也是围绕着我们全民健身的主题去打造 是的 而说到健康来说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它除了人的身体的健康 它也有我们生态环境的健康 而这二者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 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 我们男子半成应该是第一集团军了 目前是由两位外体选手来构成 所以从这一个细节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今年立水半成 尤其是男子组的青春还比较清楚 是的 从之前第一集团的六位选手到目前为止 只剩下两位选手 他们的比赛用时目前已经过去了52分半钟 从我们目测来看 他们现在行进在16到17公里处 因为两侧是我们海棠园 一会儿有机会我们来看一看 张塘角水美乡村 他们应该是刚刚入过 这还是我们的草莓园 一手机团 第一集团的现在是在草莓园 因为我们这条赛道的弯道比较多 所以对于我们采用跟炮战术的第二集团 或者说大部队来说 想要追上第一集团 或者说判断彼此间的位置关系 还是比较困难 是的 现在画面给到的 应该是我们本土第一集团的领先的选手 还没第一的依然还是乌干达选手 15公里的成绩46分17秒 按照这个配速下去的话 他们在比赛中段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我们还在判断 他们距离赛会记录稍稍有些远 但是这个配速距离赛会记录 也是在5秒钟左右 这个配速如果完赛的话 是在1小时05分钟左右 我们的男子半程赛会记录 是1小时04分56秒 给他们加加油 其实对于每一个爱好马拉松的爱好者也好 运动员也好 有一些人没有参与其中的时候 会觉得跑步是相对比较枯燥的 但是对于参与到和感受过马拉松运动之后 很多人会为之痴迷 它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运动的魅力只有青藤参与 你才能够真正回去感受 很多人都用的 三万人身份证以320124开拓 如果没有马拉松 大家只是过客 一天中有24小时 如果未曾感受跑步 可能我永远都只会在原地打转 大家好 我是瑞强君 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 过去四年 我已参加全马赛事22场 半马赛事28场 通过四年不断跑步的坚持 以及科学计划的训练 就让我在每次比赛中 从艰难完赛 到现在的游刃有余 让我真正地了解到 什么是坚韧不拔 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现在的微信行友 大概有1000多个人 90%都是我的朋友 因为通过跑步运动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智能量的朋友 我和一些跑友 自发组织了 那个猎水追风者跑团 和南京市猎水区跑步协会 就是想带领大家 更多的参与跑步这项健康运动 使大家真正的健康起来 没有这个猎水马拉松 我也不会参加跑步这项运动 作为猎水本地人 胡想山这个美的风景 还有听到路边亲切 家乡化为你加油 还有独具特色的草莓补给 让我很亲切 我觉得猎水马拉松已经是在国内 所以马拉松比赛的难度应该是属一属外了 因为坡道的起伏非常大 一上来就可以大家的一个下马威 就是一个大坡 好多人一看这个坡 心理防线就已经被打破了 就感觉已经要放弃了 所以说只要你坚持 后面就更会有一个人不断 这五届立马见证了我自己跑步水平 不断进步 也见证了我身边跑友队伍的不断壮大 同时我也见证了赛事组织水平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我也中心期待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加入我们中海 也期待我与绿水马拉松共同提高荣布植物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瑞强军在比赛当中的实时的画面 这个非常不容易 补充一个大家注意一下 看他的这个胸前的号码布 他就是获得了我们绿水山地半程马拉松赛的永久号码布 LS015 015号选手瑞强军 这是他个人连续第五年参加我们绿水山地半程马拉松赛 其实他也应该是众多跑友当中的一位 期待 他在片子当中所说的那些话 我相信也是众多跑友的心里话 是 期待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有好的成绩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见证马拉松的力量 中国马拉松主题论坛当中 也是给他颁发了荣誉跑者的证书 期待他能够在今天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其实我们经常说马拉松是自己和自己较劲的一项运动 但是在瑞强军的身上我们看到了 他一个人在发光 并且永远行走在自己的光源当中 同时他还能带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马拉松这项运动当中 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点亮了一片区域 是 希望他能够继续在属于自己的马拉松的赛道上发光发射 马拉松运动在大家看来 有很多的朋友认为 那不就是跑步好像很简单 其实这看似简单的 背后需要科学系统的练习 比如说对于这次办成马拉松的赛的准备 初跑者和资深的跑者的准备的方式 就是完全不一样 这种赛前的准备 包括赛后的恢复比赛当中 继战术的设计 都是完全职业选手和我们的跑步业余爱好者 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画面当中也是提示 我们今天的救护人员是达到了396人 救护车也是准备了有9辆 也是说明了赛事的组委会 对于我们所有运动员的安全和健康 都尤为的重视 是 第一集团依然还是并驾齐驱 来自乌干达的埃安娜保罗 从这个位置判断的话 我们第一集团均应该是接近20公里 已经过了19公里了 因为在19公里处 刚才我们通过画面也看到了5响4 他们已经过了19公里了 画面当中 刚才我们通过短篇去认识 瑞强军的同时 他也提到了 这条赛道会给大家一个下马威 就是出发之后 就是一个坡度非常大的一个上下坡 那么问题来了 在冲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起动点是在第一个位置 出发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坡度 非常陡的往上下坡 那么回程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这样一个挑战 现在画面当中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在第一集团 分别是来自 刚刚跟大家说的 来自乌干达的 埃亚纳保罗 和来自肯尼亚的 卡特里加约翰 两人是并驾齐驱的 不分上下 其实这时候呢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都还没有拉开 你觉得到了冲刺段 到底谁能够拿到冠军 还真不好说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暂时领先的拳手 现在已经开始冲刺了 现在已经到了20公里 它就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我们半程的这个全程的是 20.0975 21.0975公里 还剩下最后的1.0975公里 5公里左右 但是呢 之前走赛到的时候 我自己也体验了一把 在越到冲刺阶段 一来它是坡度的起伏比较频繁 二来呢 它是连续的弯道 所以对于后边的 这个第二位选手来说 必须要紧紧跟着在身前的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这位选手 否则它很难碰到 彼此间的位置关系 没法进行最后的冲刺 现在感觉啊 这个冠军似乎看上去 是有些明朗了 对 而且它是冲刺阶段 现在是越跑越来劲 你看它先到了最后 它的整个的步伏 拉得非常大 这样的话 帮助自己能够尽可能的去 尽快的完赛 而且体力保持得非常好 身体姿态一点都不费劲 两人先生的距离 现在是越拉越开 彼此之间应该是25到30米左右的一个差距 现在它还在继续加速 对 第一名就能再继续加速 我们的比赛用时是目前是1小时03分52秒 我们赛会记录 男子半程是1小时04分56秒 最后应该是500米左右的距离 来看一看它的冲刺 画面当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终点 是的 它的视线当中应该能够看到终点了 应该能看到终点了 应该能看到终点了 你看 它的身体完成重色了 还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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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能不能够创造新的赛会记录呢 有没有希望 1小时04分30秒 赛会记录1小时04分56秒 看一看 看一看 哦 撞见了 撞见成功 这样的话也就是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 我们一会儿等官方的计时 官方最终的论证计时 目前我们目测是40秒左右的时间 这是来自肯尼亚的艾娜保罗 获得了今天的第一名 两位选手如果我们的这个计时是准确的话 应该是都是破了下围组 是的 对吧 我们目测计时的话 来等待我们最后官方的确认时间 但是不管怎么说 首先恭喜我们两位参赛者 从这个画面能够判断出来 他们的比赛经验非常重要 半程跑完了 跑完了之后 不需要更多的恢复 自己对于自己的实力和状态 非常有信心 在半程马拉松赛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对于所有的运动员而言 其实赛后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一个呢 就是你不能马上的就让自己的身体静止下来 对 其实要通过轻微的这种运动 持续的这种运动 然后再去做一些拉伸 这和我们赛前的热身 至少半个小时是同样的道理 赛后完赛之后 也需要慢跑或者慢走 15到20分钟 这样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 肌肉完全放松下来 让乳酸呢不要堆积 对于我们职业选手来说 我们男子扮成两位选手撞线 呈现的是专业跑者 就是竞技的抵抵 而在我们迷你撞线之后 看到的是我们跑步爱好者 脸上洋溢的笑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女子的第一集团 她们路过的右侧 画面的上方应该是我们的 五响四的水库 那目前是在18到19公里处 应该接近19公里 我们下方应该接近19公里 同时我们看到本土男子选手之间的这个争夺 现在也是比较激烈的 是 我估计我们本土男子的率先完赛 应该是在一小时15分钟左右 目前他们刚刚是路过了五小时的水库 从19公里往20公里去迈进 女子的赛会记录最好成绩是一小时14分48秒 是2017年创造的 是 按照今天这个比赛配速和他们现在玩赛的情况来看 也有可能破赛会记录 也有可能破赛会记录 我们来期待一下 但是摆在他们眼前的 依然是从19.5公里到最后的21公里 连续的这个铺道的起伏 以及我们的连续的弯道 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压力 同时对于生理的一个挑战会更大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 来自这个 肯尼亚的这个选手 而且实际上也就是 在最后的阶段 成功地甩开了身后追赶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画面当中给到的是 我们男子半城 本土选手的第一季团军 A0732号选手 刚才他也在看着秒表 在掐着时间 他应该比赛用时 目前应该是过了19公里 比赛用时是一小时10分10秒左右 从这些小的细节就能看得出来 他的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 他在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比赛用时 以及自己的比赛配速 他在看着没有了 他在这些年轻人的比赛用时 他们的比赛用时 他在这些年轻人的比赛用时 他就会稍为放两分钟 在这些年轻人的比赛用时 比赛用时 他在这些年轻人的比赛用时 在比赛赛道 半程的赛道过了19公里之后呢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赛道 就是半程和迷你的共同的赛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参加迷你项目的跑者 基本完赛之后 把整个的赛道 留给了我们半程的跑者 半程的参赛者 这也有利于他们创造好的比赛成绩 所以这就是在今天直播一开头 我们所提到的 无论是半程迷你的分叉点 还是说我们比赛赛道的设计 都为了我们专业选手 创造好的成绩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 泪水山地半程马拉松的赛道 无论是从设计来 还是说它天然的具备的 这种坡度的难度 弯道的难度 在穿梭于林间的这种野区来说 它都是在目前国内 非常具有特点的一条赛道 是 既有挑战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魅力 其实今年 丽水山地半程马拉松赛 希望打造的五个最 最什么呢 最个性 草莓加山地 打造的是全程狂欢 第二个最是最生态 绿色丽水 环保小励志 保驾护航 第三个最是最专业 注重细节 实现更纯粹的马拉松竞赛 这一点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它的半程和迷你的分叉点 包括最后 回到同一条赛道的时间的 时机的控制 选择上都做得非常好 第四个最是最安全完善的配置 全面的管理 实现的最强保障 这下我们刚才通过志愿者 医疗救护人员 包括我们救人设备的一些配比 就能够可见一般 与此同时其实在今年 绿水山地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也有一百名医疗急救的跑者 对 他们是直接参与到这个队伍当中 他们也要跑马拉松赛 现在我们本土领先的男子第一名选手 领先的这名选手 其实非常年轻 95年 他是来自浙江绍兴 对 张立刚 张立刚 加油 今天的完赛的用时 应该是在一小时 十六七分钟左右 马上过了这个弯道 就是一系能看见终点了 一系能看见终点了 对 过了这个弯道 这离终点大概500米左右的距离 加油 同时在他的身后 大概30到50米的这个位置 你看 女子第一集团军开始发力了 不知道张立刚有没有观察到 最后这个冲刺 这是直接超过了张立刚 这个是在冲刺阶段 是带了涡轮增压的 对 一瞬间 就是从弯道过来了之后的 一瞬间进入直道之后 全速冲刺 是 看一看他的比赛用时 一小时十四分四十三秒 也有可能破赛回去 我们等待最后官方的成绩 官方计时 女子半程的赛会记录 一小时十四分四十八秒 现在刚到四十八秒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那么我们本土的第一名选手 也已经是产生了 那就是张立刚 在早上发枪的时候 当时的实时温度大概是在十度左右 对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目前已经临近上午的十点钟 我们看到阳光也就完全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在赛道上 其实还是比较温暖的 这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比较高 一方面太阳光的照射强度更强了 另外随着比赛的延距 它的体内水分以及电解质 是迅速的流失 所以在赛后 尤其是到了后半程 需要去补充自己的水分和电解质 这时候女子的第三名也已经产生 画面当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锐长军 他的比赛实时画面 我们也一起期待 他在今年历史山地半程马拉松赛当中的成绩 是的 在短片当中也是自己介绍 一年比一年成绩好 看看今年怎么样 第一年参加的是迷你 就像郑涵之前解说里边所提到的 很多跑者今年参加迷你 明年就想来挑战一下半程 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 而且第一年参加可能是自己来参加 第二年参加就开始组织身边的朋友一起参加 再然后人家可以组织自己的跑团 是 依然不少我们的跑步爱好者 在自己的半程的赛道上 向着终点线发起冲击 这组画面应该是我们在此前 拳手在自己赛道上的一些实施的画面 这位老先生加油 每一位跑者从他们的身上都可以感受着他们洋溢出的那种对于体育的享受 是 而且有一个细节 这个是我们在六公里的折返点 这应该是此前的一些比赛 激进比赛画面 从刚才那位老先生的这个画面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参与马拉松 尤其是参加竞技马拉松的跑者来说眼睛里边是显满了风霜 但是脸上 眼睛里显满了故事 但是脸上却看不见风霜 留给他们在脸上的都是洋溢着青春的激情 而且在这一刻参加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释放 对 都能够让自己的情绪通过运动的方式 把所有的负能量抛下 那么比赛完成之后得到的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没错 我们一起期待着我们2019南京绿水山地办成马拉松赛 我们期待着所有的选手尽快的玩赛 同时我们也一起期待着稍后马上就要进行的男女子前三名的颁奖仪式 这会儿其实大家都挺好奇 我们今年绿水马拉松赛的这个奖牌到底是怎么设计 是的 是吧 今年我们立马的奖牌呢 还是以绿水的特色像梅花草莓山地山水建筑为设计主缘 变速溶入了绿水的著名的景点 包括吴祥山的风景区 奖牌中间呢是有灵动的跑者奔跑于青山绿水之间 以最生动的形象方法来展现绿水的自然风光 一会儿我们结合我们的赛后的颁奖仪式来看一看 今年绿水的这个玩赛奖牌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 对 而且今年不仅仅这个玩赛奖牌值得期待 比赛的这个纪念章 也非常值得期待 所有参加的报名参赛的选手 来参赛的选手都将获得这个纪念奖账 这是迷你的终点线 不少选手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玩赛包 这也体现了整个大赛组委会的效率 当然我们也在期待着我们男子前三名的官方确认用时 男子前三名分别是来自于 第一名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阿亚纳保罗 第二名是来自于乌干达的卡特里加约翰 第三名是来自于肯尼亚的伯纳德 一起期待他们今年的比赛用时 场上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 奋力的拼搏 那厂下我们的诸位典的叔叔阿姨们 也是热闹的热火朝天 其实我们经常在结束比赛时候提到过 一项大赛 这是我们的外籍选手 一项大赛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每一个小小环节的拼接 如果把比赛这一个大赛 比作一串非常好的珍珠项链 那么无论是我们的选手的服务 医疗 救援 安保 这些都像一颗颗珍珠 只有串在一起 包括我们的表演点 只有串在一起 才能够让这串珍珠项链发光发亮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我们今年男子半程马拉松赛 我们的选手能不能破赛会纪录 目测来看我们的前两名的选手 应该是破了赛会纪录 一会儿来看一看 画面当中依然是此前 在比赛当中 我们的半程的跑者 路过梅花大道的景象 《月月有花》 《季季有果》 这就是附加编 这就是我们的吴想山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是 我们男子的伴奖仪式 掌声有请 掌声祝贺 A0848号来自肯尼亚的Core 他的成绩是一小时零四分三十九秒 第二名号码是A0762来自乌凡达的Jong 他的成绩是一小时零四分四十九秒 第三名 前两位选手都破了赛会纪录 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我们获得第一名的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埃亚纳保罗 比赛的用时是一小时零四分三十九秒 第二名来自乌干达的选手 卡特里加约翰 比赛用时是一小时零四分四十九秒 我们此前的男子扮成赛会纪录 是一小时零四分五十六秒 所以我们今年前两位选手都破了赛会纪录 再一次恭喜他们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前两名全部破赛会纪录 是 这个了不得 此时此刻 我们又有一个小小的好奇 就是女子 我们的前三名 尤其是第一名 她的撞见成绩 是不是也能破赛会纪录 也一起来期待 我们要再一次恭喜 我们的冠军 埃亚纳保罗 好 马上我们要有请 南京市体育局局长 陈卫红先生 为获得奖项的三位选手 单发奖杯 恭喜我们获得 2019南京立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男子半城前三名的所有的选手 确实他们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惊艳 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也为我们2019年立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的成功举办呢 是锦上添花 所以这也是一项从赛事成绩到赛事组织的双风收 是 这又回到了开场我们在有模式里所提到的 今年呢是我们立水山地半球马拉松赛成为中国田径协会银牌赛事的第一年 是的 那么正好在这个时机下 我们男子半城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真的非常有意思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三位获奖者 同时也恭喜我们南京立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比赛 男子前三名选手的成绩 谢谢三角领导再次祝贺 祝贺获得金银同牌的 一小时零四分三十九秒 明年当我们再给大家带来南京立水山地半城马拉松转播的时候 男子半城的赛会纪录就变成了一小时零四分三十九秒 我们期待着每一年我们的参赛者都能够有突破 下面呢我们也通过画面来回顾一下 今天比赛的一些精彩的进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比赛女主组的第一名成绩是一小时十四分 四十八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